一連兩天在台灣師範大學舉辦 邁向自治轉型的州族土地 語言與教育建制發展小型論壇 與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交點座談會即公聽會 同為州族的圓民會副主委汪明輝強調 由於原住民族教育法 有提到建構民族教育體系 透過論壇一起討論 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 如何結合州族民族教育 這個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十二年的 國教的總綱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總綱 我們把它當成是 我們作為一個國民的國民教育 但是我們也要植入 我們作為一個州族 作為一個原住民族 他的十二年的基本的教育 這兩個教育加起來 才是我們完成的 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如何建構州族教育體系 有現任教師提到 學校老師角色很重要 但現在原住民老師 多半傳授主流教育 期待未來建立管道 能成為州族教育體系的教師 很希望說是不是 在我教書的 教到一個段落 有一個管道是可以讓我 真的是成為一個州族的老師 然後做這一件事情 然後因為你要建立一個 州族的教育體系 它最重要就是老師 那我們培養的老師 如果還是用一般教育這樣子培養 他其實不是州族的老師這樣子 惠中也有不少人擔心 民族教育的根源也就是語言 若沒有好好傳承 空有民族教育體系也很難落實 我實在很慘 因為我是州族的傳承者 我是州族教材的編輯老師 但是我的下一代恐怕就完蛋了 所以我也想要去搶救 但是實際生活都沒有辦法去 如自己所願 他也通過終極認證 可是回到家裡一口都不會講 也就是我們只設計了一個投機取巧 並不是真正培養足以能力的一個認證機制 我想藉由整個教育體制翻轉的時候 從大選 十二年國教 還有整個我們這個未來的自治的理想 甚至現在的延轉會的 這個進行的過程中間 我們真的就嘗試試看 為期兩天論壇 會中不少人提出州族自治 及民族教育體系 最後並沒有做出決議 未來將會帶到民族會議 進一步來討論 記者MASURIU台北市釋放報導